大家好 我是Sandy 今天要來教大家利用KORIKUMI的心體3D指雕 加上DECO PAGE應用在相框上喔 那首先呢先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利用 就是DECO PAGE及3D指雕完成的這個相框作品 這四個 那這四個呢我都是中間 都是利用 相框的中間我都是利用3D指雕 當作我就是照片的主角 這四個都是3D指雕 然後呢這三個的相框呢 我是利用它的8x8的襯紙 就是這個 就是利用它的這種襯紙組 裡面的襯紙呢 來完成DECO PAGE的相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利用襯紙完成的相框 這這兩個也是 然後另外呢這一個 比較特別我這個呢 相框這個相框我是利用這個 也是KORUKUMI的新品 它是拼貼薄葉紙 是這種紙 然後它就是 它的特性呢 它就是專門是在做DECO PAGE的 它就會比較薄 然後它比較透明 它會看得到一點 就是貼上去會看到一點 原本木紋的顏色 但是它的包覆性非常的好 因為它紙很薄 所以你可以拿來做這種 像比較細微的就是 就是邊邊角角的黏貼 整個都可以做包覆喔 然後這一個相框呢 就是利用拼貼薄葉紙完成的相框作品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跟這個 就是襯紙做出來的DECO PAGE的效果 就會不一樣喔 襯紙做出來就會比較厚一些 然後這個 拼貼薄葉紙做出來就是 包覆性非常的好 然後今天呢 就要來教大家利用拼貼薄葉紙來做DECO PAGE的相框 然後首先呢 我先來教大家做3D紙雕喔 那我選擇的主角是這一個 3D紙雕的圖案 然後呢 來教大家怎麼看這個3D紙雕喔 就是怎麼取出來 它這個都是已經有採好的 非常的快速 你只要直接照著它採好的線 取下來就可以利用囉 然後首先它就是像紙娃娃的概念 你就是看這個1 就是最底層 2 就是第二層 3 就是第三層 4 就是第四層 有兩個4 然後5 這邊都是第五層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取下第一層 底的地方 這就是第一層的部分 這就是第一層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取第二層 2 第二層 好那第二層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先來做黏貼 這樣子 對上去 這就是它的第二層 然後你要做這個3D紙雕呢 因為是3D 所以你後面呢 基本上都把它加上 要加後 就是要加上泡棉膠 所以我現在來黏泡棉膠 然後對齊著它原本第一層底圖的位置 黏上去 這樣它就有第二層囉 就有立體的感覺了 然後接下來來第三層 3 是這一隻女孩 這一個女孩 這就是第三層的部分 然後一樣是這樣子 擺在這個相同位置的地方 然後一樣加上泡棉膠 在相同的對位置 第三層就完成囉 可以看一下它已經有3D的感覺了 可以看一下它已經有3D的感覺了 那接下來來到第四層 可以這裡 第四層是這個 跟這個 是 雙鎖 然後一樣 背面加上泡棉膠 有4層的感覺 然後這樣就有4層囉 可以看一下 越來越立體了 然後接下來來黏最後一層 第五層 小蘋果 拿著蘋果 你可以黏在你想要黏的一層 像這邊有很多顆蘋果,就可以重複黏上去 這樣就完成很簡單的3D紙雕囉 好,那接下來就要來教大家利用KORIKUMI的拼貼薄葉紙來玩DECO PAGE喔 那這個拼貼薄葉紙呢,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打開大概是這麼大張 然後呢,它的厚度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非常的薄,然後它是專門拿來做DECO PAGE使用的薄葉紙喔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開始做我們的相框 首先呢,先準備好一個這種相框,加上你的拼貼薄葉紙 然後接下來呢,就要利用你這個拼貼薄葉紙,把你的相框包覆起來 像這樣子,完全的包覆起來 那首先呢,要怎麼包覆呢 要跟大家說一下,就是你要包覆整個相框的話呢 要四個邊分開包 所以呢,你要剪大概四條的這個薄葉紙 下來做你的相框的包覆 那首先呢,我們先從長邊開始做 就是左右兩個長邊 做完兩個長邊,再來做兩個短的邊 那首先,我們先來量尺寸 那我們來量一下這個寬的這個長度 這樣量起來大概是17.5公分左右 長這個是17.5公分 接下來呢,要包覆它這個邊 這裡跟這個,還有這個還有這個,四個邊 所以我們必須量這四個邊的寬度 把它加在一起 這樣就可以把你的這個框框的邊包起來 那接下來量這邊是 0.5公分 加上這邊正面,大概2公分 然後這個旁邊大概1公分 後面大概也是1公分 所以這個四個邊加在一起大概是4.5公分 那為了怕我們等一下踩的時候 不小心長寬沒有踩好 所以我們先寬度的地方就先剪5公分 然後呢,接下來這個長是17 所以寬是5公分 我們接下來就來 就是剪我們的拼貼火葉子 所以我們要再把它對半 下來之後這邊是 10公分 所以我要再把它對半 加上5公分 這樣拆下來之後 這兩段呢,就是17.5乘以5公分 那接下來就可以用我們的這個項 接下來呢,就是利用這個跟這個 這就是這個邊 然後呢,我們再來量這裡 這個短的長度 短的長度呢,是 正面這個 大概12.5公分 大概是12.5公分 左右 12.7公分 然後 這個寬 一樣是0.5加上2公分 加上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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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樣是加起來是4.5公分 那我們預留一點 就是 留大概5公分 所以我們現在來剪我們的 這兩個邊 往上一次 然後再加兩側 小便 我們現在開始 用到最後的 現在就好 加這個 加上 加上1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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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变成这两条的宽度了喔 像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要开始做粘贴了 那在准备要开始做粘贴之前呢 有一个小步骤 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呢 你要把这个四个边 四个角角的这个线接起来 然后接起来 要接起来的话呢 是为了你等一下再 把这一条的边加上这一条的边 两条相接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重叠的部分 可以包覆住 所以你必须先做一个记号 拿出铅笔 稍微轻轻的画一点线 做一点记号 四个边都做了记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做粘贴啰 那要粘贴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叫做DECO PAGE 所以DECO PAGE呢 我们就运用到这个 很有名的MOPOGE的三合一剪贴胶 那这个剪贴胶呢 就是拿来做这个 DECO PAGE 来捏你的秤 来捏你的秤纸 或者是你的这个 薄叶纸 那这个MOPOGE的胶 我们先把它倒出来 倒一点点 这个MOPOGE的拼贴胶 先把它倒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粘贴咯 首先我们从长边开始 做粘贴 然后开始的步骤呢 因为它是薄叶纸 所以它其实折了会有折痕 所以呢 我们先从后面 它的背面 开始 就是先折出它的折痕 让它可以有个固定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 然后现在把它拿到 有的线之后呢 就是看一下这边 它它你刚刚有铅笔线 线笔线之后 因为这是底标 我们从长边开始做 所以我们的记号就是要从 这边 我们必须比这个线 还要再多出来一点 然后这边 做个记号 就是本来是这一条 那我们现在大概到这个位置 要凸出来 那你等一下下一个才能做 重复的粘贴 就是粘住这个边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这里 有一个线 原本的线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多画出来一点 到这里 就是突出一些 然后接下来呢 就先把这个边先剪掉 然后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边就会比较突出来一点 然后呢 这边啊 因为这边要压下去 所以这里必须剪一个角角 大概一点点 然后这边也剪一点点 剪一个角角 让它等一下可以压下去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粘贴咯 那我们准备一个这个 粘贴的几个小棒子 然后我们来上胶 就是用这个粘这个 mopoge的剪贴胶 那我们粘的话呢 建议先从大片面积的地方开始粘 就是这外面这边 然后因为刚刚你已经有做折线的记号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先把粘贴的刮板 拼碰实的刮板 然后稍微把胶从中间挤到旁边 然后挤出去的同时 记得要准备一个湿纸巾 或者是湿布 把胶擦掉 才不会滚到旁边的东西 擦掉 然后接下来黏别的边 然后接下来黏别的边 第一个边就黏完啰 接下来黏第二个长边 那一样先折出你的线 然后一样做记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就是做记号 刚刚原本45度 四个角有画线的地方 就是这次这个线要画在原本 你画这个铅笔线 画在目的就是相框上的位置 现在要为了让这一张可以重叠这一张盖住 包覆住你的边框 所以呢就是这里先做记号 然后这边多余的 等一下要剪掉 然后这边也是 刚刚这边有铅笔线的地方 做记号 然后这个 这个线是等一下要剪掉的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剪 底下来就是这个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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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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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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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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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一个3D纸雕加上DECO配局拼贴纸的应用 一个相框就完成啰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相框上做一点小装饰吧 像这个呢我是应用到它那个8×8的秤纸组 之前新频道会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 它这个秤纸组呢里面打开啊 它的这个就是包装纸和包装非常的有设计 很可爱很有巧思 你这个可以自己剪下来当做图卡使用 那我现在就利用这个剪下的图卡来粘贴在我的这个相框上做装饰哦 我这三个也是利用上面剪下的图卡做的装饰 那我现在来剪 然后摆出想要的位置 后面加上泡棉胶 这样子一个你的3D纸雕加上DECO PAGE应用在相框上的 作品就完成咯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又有设计巧思呢 这样子这个相框呢就可以拿来布置你的房间或者是办公室 或者是你的书桌 非常的可爱又疗愈哦 你也可以自己DIY动手做 那这就是今天Sandy教大家的就是DECO PAGE的分享 那大家下次见咯拜拜